再说明一下封面就是第一节 然后接下来这个目录 完整的这个目录到这个地方就是第二节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第三节 在每一个节之间 例如说在这个第三节的前面 我们应该来看一下那就是这个的后面 想要增加一个分解符号 怎么样增加呢 增加方式就是在版面配置分格设定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要选择分解符号下一页 这边会多增加一个空白页 记得把它给删除掉 因为这是多余出来的 接下来呢 在这个目录的最前面 目录的最前面 那当然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封面跟目录的交界的位置 选到了这个目录的前面 所以在这个地方建议是 在把中文字 例如说目录打进去 我们这样就很清楚的知道说哪里是最前面 所以在这个目录的前面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做版面配置分格设定底下的分解符号 这样子的话 它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分解符号显示在哪里 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分解符号 这个分解符号 我们记得常用底下的这个符号要打开 打开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个分解符号 刚好现在被一个物件挡住了 好 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三个节 这边封面是第一节 我是坐在封面跟目录的交界这个位置 接下来呢 在目录结尾跟本文交界再增加一个节 这个分解符号呈现在这个地方 这样我们就会有三节 我们针对这三个节 我们可以设定三种不同的一个页码的样式 这个分解符号呈现在是两个节奏